第三千零一章 万玉归一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哗啦啦 世人瞩目下 女帝的法则链条 还在一条条延伸 略过虚无 探入各个玉面 直入地底 锁住玉面的最根源 至尊果是大魄力 望着苍庙 世人多难难 此等大动静 圣体是做不来的 大成圣体与帝其间 指的是战力 论某些领域 如阵法 封印 也如玉面皈依这些 都远不如大地的 如此 便无需巡视玉面了 西尘也立在山巅仰望 多少次变故 多少次天魔入侵 都是来自个玉面 太多次被打得措手不及 血灵的例子 屡见不鲜 他虽是未面之子 虽能自由穿梭在各个玉面 但毕竟是一人 能力有限 若万玉皈依 那就好办了 只需守住诸天便好 无需担心天魔 从玉面偷入 万玉 要归一了 禁区五大少年帝 接出了悬荒 隔着浩渺遥望 各个眸光朦胧 一同来的还有无泪 白衣白发 一看的神色沧桑 哄 伴着一声轰隆 星空一阵摇晃 去看一片星玉 已有一片大陆 自虚无降下 悬在了星空 大陆浩瀚无江 多山岳多长川 却是满目疮痍 该是经历了不止一场战火 无异于废墟 其内并无生灵 死寂沉沉的 那是 灵域 嗯 是灵域 灵域回归了 哄 议论声中 又一声轰隆 星空在晃动 八成以上的人 都未站稳 灵域之后 另一片死星空 也有大陆降下 砸得乾坤都混乱 相比灵域 那片大陆就热闹了 虽也无声灵 却雷声不断 倒到雷电如油蛇 在虚空乱窜 轰隆隆的 没错 那是雷域 哄 碰 哄 其后 如这砰砰声响 平平不绝 没有一声轰隆 诸天闭摇晃一下 好似被什么东西 撞击了 应该说 是各个玉面 正被一个个的被拉回来 化成一片片大陆 悬在星空的各方 好似 多了些什么 诸天修士多环看四方 没有一个玉面回归 没有一个玉面与诸天相融合 都觉明明一种底蕴 浑厚一分 也对 万玉本就属诸天 或者说 万玉 天界 明界 人界 曾经都是一体的 合起来 才是完整的诸天 哄 轰隆隆 轰隆声末地响起 苍秒电闪雷鸣 有一股毁灭力量 在肆虐飞舞 那等景象 咋看 都像有浩劫将要降临 太多人仰手 心灵站立 害怕归害怕 世人都是心安的 有地顶着 啥都不是事 轰隆声中 乾坤逐渐混乱 又见迷蒙的云雾 模糊了视线 多处星空坍塌 能见空间裂缝 能见黑洞裂缝 一道道撕裂 四隐若现 亦有颇多漩涡 一旦被卷入 后果可想而知 吃过亏的人都知道 除此之外 还有太多生命古星 其上的花草树木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竭 如这等景象 与当年若曦离开大楚时的景象 如出一辙 如明帝所说 万玉归一会扰乾坤 也如道祖所言 万玉每一玉 都是阵脚 妄动阵脚 扰乾坤是必须的 轰 轰隆轰 两帝看时 轰隆声愈发强横 然 此番的轰隆 并非因乾坤混乱 而是传自太古路 诸天热闹 太古路更热闹 又有大战 且动静不是一般的小 诸天本就晃荡 因震动 晃得更厉害 去看太古路 至尊间的混战 真真大场面 毁灭异象 遮天盖地 能见地荒和红颜 却不见那个成地的无头人 人呢 帝荒在问 人呢 红颜也在问 两人口中的人 自是指那无头人 自那霍成地之后 就险见他路过面 好好的诸天三人组 就剩他俩了 回回被群殴 都是他俩 还等着那尊帝 带他们装逼带他们飞呢 这下倒好 人没了 真热闹 到祖明帝街养谋 知道轰隆船自太古路 也知道太古路上 打得很凶 身为帝的机灵霜 也曾有一瞬仰手 虽是帝 可诸多密心他并不知 准确说 是还未来的急问 只知那轰隆声 是至尊大战的动静 且参战的至尊并非一个 西年听得并不清晰 如今成了帝 能听得很清楚 正是那一眼 他望见了一道万丈大的裂缝 在虚无炸开 裂缝中 有魔煞汹涌 卷着如潮的魔兵魔将 天魔 哼 话音还未落 万丈裂缝中 又见一人跌出 通体染着血 也染着地道光辉 正是一尊天魔地 因大战 不慎被卷入裂缝 跌到了诸天人界 那四肢地区 不是一般的沉重 砸得一片星空轰然崩塌 比他先跌出的天魔 也遭了大殃 被震灭了一片片 无须诸天人出手 他一人都给解决了 天魔地 嗅到天魔地威 世人顿的一阵星颤 再看机宁霜 已收了神通 顺身消失 这是 诸天 跌出的天魔地 已稳住身形 眉毛随之挑起 看四方的眼神 还有些错愕 本在太古路 咋来诸天了 哼 他方才站稳 东荒女帝便到了 遮天的金银玉手 已从天涯来 掌指之间 刻着地道的万物法则 一掌之威 真真毁天灭地 大地 天魔地顿然色变 这是他跌出后 说的第二句话 这 也是他来诸天后 说的最后一句话 破 女帝掌印落下 一掌 将天魔地 拍成了一片血雾 地区炸灭 原神也崩毁 巅峰帝都 图过不止一尊 一尊出阶地 远远不够看 这 就完了 赶来的世人 见了那画面 嘴角齐齐一扯 那是一尊地 一尊天魔大地啊 竟被东荒女帝 一掌拍成了灰 那调乍天的一幕 给了世人一种幻觉 一种天魔地 就是闹着玩的幻觉 来了诸天 就说了两句话 一招都没出 便被灭了 若说尿性 还得是东荒女帝 在自家的地盘 不是一般的霸道 那尊天魔地 临死前该是很郁闷的 本以为跌到诸天 很好好装把逼了 谁曾想 诸天竟有地 竟有一尊女帝 这都没啥 恶心的是 那尊女帝 不是一般的彪悍 金银玉手不止很漂亮 还特么很霸道 天明两帝揭揣了手 都在同一瞬间 瞟了眼虚无 谋中息迹 期望太古路上 多跌几尊得过来 一尊一尊的来最好 怎么说嘞 天地人三界 随你们挑 俺们都随意 可惜 等了两久 也未见第二尊的跌出来 那局面 让两帝颇感不爽 人界无地时 一个个都描得很准 如今 人界有地了 三界都有至尊了 反而描不准了 哗啦啦 哗啦啦 这边 鸡宁霜又寄地道法则链条 探向四方虚无 神色淡漠 纵灭了一尊 他那绝世的容颜上 都无半点情感波动的 来 除了天地急 随便来 来一个灭一个 他 有这个实力 对他 天明两帝也极为自信 敢追到魔柱中途至尊 不是乃尊帝 有这等大魄力的 哗 碰 哗 伴着秩序链条的哗啦声 更多的玉面被拉回 与诸天融合 因玉面被拉回 也因玉面震脚 诸天的乾坤 更显混乱 这 都在他预料中 是暂时的 哗 很快 便见诸天门有一道光柱 冲销而起 来自若曦 撑住了整个天 以光柱为中心 一层层光蕴 蔓延四海八荒 光蕴锁过之处 坍塌的星空复原 迷蒙的云雾 皆被驱散 一颗颗枯竭的古星 也重新焕发生机 很显然 这场万玉归一 是须两女帝合力进行的 一个融合玉面 一个稳定乾坤 事实也证明 两尊女帝的配合 还是很默契的 冥帝 已自虚无收谋 看了一眼金凝霜 又望了一眼若曦 他俩的脸色 都略显苍白 可见这万玉归一 所耗费的神力 有多恐怖 两尊女帝缺了哪一个 都不好使 当年 帝尊也曾要万玉归一 可惜 太古路动荡 他也无暇他顾 不等万玉归一 便带着百万神将 离开了朱田 此事 搁置足万年 才由东荒女帝言 续了先武帝尊 未完成的事 足三日 朱天轰隆声不绝 除了崩坏的玉面 所有玉面 都已回归朱天 无缝隙的完美融合 那一瞬 朱天生灵 顿觉精神一阵 顿觉天地间的灵力 充沛了不少 还有冥冥中的底蕴 浩瀚礴 血脉为之激荡 本源为之汹涌 自苍描俯看 下方是一片浩大的景象 仙霞飞翼 一彩喷勃 又光雨倾洒人间 整个人界 都好似隆目了一层绚丽的仙衣 若非战场遗留的狼藉 打破了该有的和谐 朱天会是一片人间仙境 朱天万遇 归一了 天明两帝都 深吸了一口气 曾亲眼见万遇分离 又亲眼见万遇归一 其间 隔了无尽沧海桑田 如外出的游子 时隔多年回归故乡 分离与归一 这或许便是一个轮回 飘渺最疯癫 东荒女帝已收了秩序链条 一步一个星域 每到一处 都会拂袖 洒下一片地道鲜光 融入浩渺虚无 而若曦 所蔓延的光运 也并未停歇 两尊女帝 一个用光运稳定乾坤 一个用地道鲜光 逆改阵脚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比将万遇拉回 耗时要多得多 PS 神鬼世界 我的加特林是 SSS及神迹 神鬼世界 妖魔鬼怪 都是我的神宠 向大家推荐两本书 都是很好看的玄幻 题材非常新颖 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 本章完 第302章 踏平洪荒 1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玉女风的夜 祥和宁静 娘亲 万遇归依了 月下 夜灵喃喃自语 守着十几盏长明灯 洒着一片片 元神之力 去看他们元神火 已旺盛不少 阴姬凝霜 曾赋予地道元神之力 他们的魂力 都异常地磅礴 不过 欲重回人间 还续一段 极漫长的岁月 微风轻浮 在这一抹女子香 秀之 夜灵下意识 望向山峰入口 映着月光 有一倩影 走了上来 还是燕妃 又在梦游 对此事 夜灵早已 见怪不怪了 尘皇的皇妃 隔三差五 就会梦游到玉女风 这些十日 已来了十几趟 不知为何 每逢见燕妃 她都有一种 莫名的错觉 好似总能 从燕妃的身上 望见她老爹的身影 一如往日 燕妃来得轻飘飘 走得 也翘无声息 这一次 夜灵并未呼唤 燕妃是梦游不假 但更像悟道 悟的是梦之道 在梦的造诣上 陈皇的皇妃 甚至还高过她九娘一筹 毕竟 一个是专修 一个是兼修 如这等人 梦游时最好别叨扰 很可能会让梦游者遭反噬 梦到的反噬 是牵扯到魂恶的 梁九 夜灵才收手 又坐到了老树下 拿起了刻刀 一刀一顿地刻着 刻的是夜晨 也是夜凡 山峰的入口 又有人来 乃烈火战体 大地之子 太阴太阳 子府仙体 张子凡 仙天道体 九幽魔体 清一色的新一代妖孽 朱天的浩劫 他们也都曾参战 虽未战死 却也都受了颇重的伤 养了足半年多 最近才出关 深夜造访 自是来拜祭夜凡的 节哀 远远 众人便开口了 谋中难掩的是悲痛 朱天五尊少年帝 一尊献祭 一尊正道 两尊战死 也仅剩夜灵一个了 至于他们 都是陪衬 夜灵牵强一笑 又埋头继续刻 众人未多言 接去了小竹林 拜祭夜凡之时 也会拜祭夜晨 一副一子 都是阴魂 守护的都是苍生 轰 轰隆隆 星空的轰隆 还在持续 混乱的乾坤 很不稳定 时而会有星空崩塌 没有那等景象 东荒女帝避回去 会重新步列阵脚 足六月 若熙的光运 才消散 至第七月 姬宁霜 才真正定下身形 万玉 归一了 朱天的乾坤 彻底稳住了 因万玉归一 朱天多了不少悬浮的大陆 皆是各个玉面 静静悬在星空 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 镶嵌在浩瀚无垠中 星空的人影 渐渐多了起来 不是所有人 都去过玉面 也并非所有人 都有能力去玉面 如今 玉面回归 太多人结伴 去了一片片玉面大陆 当时游历 天地的灵力 又浓郁不少 西尊踏空而行 一路走一路看 不止玄荒 大楚 幽冥 各玉面的大陆 灵力都异常地充沛 比先前多几倍不止 给朱天造的春意盎然 就这 灵力在一天天浓郁 身侧 小元皇也在 背着魁牛的战斧 与西尊并肩而行 金色的毛发 多了一缕缕银丝 先前的浩劫 血迹了不少寿缘 如今的他 也脸去了锐气 平日是个画牢 此番再见 变得沉默寡言 九仙 万玉归一了 陈毅也来了 背着一把肃琴 不远处 是姚欣 带着轩缘弟子送他的朱钗 两人一个满脸胡茶 一个面容憔悴 朱雀 万玉归一了 还有南帝 眸光是暗淡的 难见精气神 几人从各方而来 时隔几个月 第一次走成一排 是看个玉面 也是看星空 映着新时代的光明 可这曾经的战场 还残存着血色记忆 他们的背影 都萧瑟无比 除雀大楚 除了还在复活中的东周武王 日月神子和龙杰 朱天与夜晨一代的弟子集 只剩他们了 新的时代 新的征途 自万玉归一 朱天的灵力 一日更比一日充沛 万玉本源的融合 也使得朱天的生灵 越发蓬勃 轰 轰隆隆 其后几月 轰隆声此起彼伏 遥望而去 才知是一片片雷海 乃天节的雷海 有太多人突破 有太多人进阶 大多是圣人和圣王 万玉归一 本源融合 于他们而言 就是机缘和造化 也许是历经战火洗礼 都各自涅槃 这仅是第一批 其后还会有更多 破后而立 孱弱的朱天 会伴着岁月之光 慢慢崛起 会在新地光辉的普照下 缔造一片新的辉煌 哄 三月后 一声轰隆 响彻朱天 而后 便是一层地道光韵 如一缕清风 浮过整片星空 消失多日的东荒女帝 再次现身 这一日 拉开了沙路的帷幕 待世人赶到时 一脉洪荒足之祖地 已被他寻出 那是一脉地道传承 祖地山岳伶俐 长川纵横 草木郁郁郁 整片大界 都龙目鲜光之下 云雾缭绕 仙气阴暈 从哪看 都是一片人间净土 净土 这二字送给洪荒 最恰当不过 比起满目疮痍的朱天 洪荒的祖地 那就是仙境 一个净土 一个废墟 多么刺目的对比啊 越是如此 世人谋中的杀鸡 便越是兵亡 人间的浩劫 朱天战的这般惨烈 不见洪荒参战 亦不见洪荒出一兵一卒 收尾参战 并不确切 洪荒族的确参战了 但并非对抗天魔恶魔 而是牵制了夜城 将朱天最强的一尊大将 牵制在了天荒 且是底蕴进出 各顶各的战神 可笑的是 他们都把自己 当作了正义的化身 也得亏朱天还在 若朱天葬灭 那洪荒 将是外遇入侵最大的功臣 轰 轰隆隆 心欲翁隆隆震荡 浩瀚的星空 以肉眼可见之速度 一寸寸结成了寒冰 连乾坤 都被冻住了 那 是东荒女帝的沙姬 她立于飘渺醉风颠 白发飘摇 如一尊神明 如梦似幻 镇压在岁月长河上 俯瞰着这一脉洪荒族 地道的神泽 一缕缕垂落 每一缕都冰冷无比 连奥妙的地道天鹰 四隐若现的万物异象 也都满在着沙意 自战后 她已寻洪荒 寻了很久很久 在诸天未寻到 却在各域面寻到了 万遇归异之后 一脉脉洪荒族 在地道的窥看下 都无所遁形 你是爹 你不能这样 还未等姬宁霜出手 便闻洪荒丝毫 是发自灵魂的咆哮 只因 女帝垂落的一缕缕法则 已将洪荒的护天结界 压得崩塌 如一道道蔑视的雷霆 降在阻地中 那等雷霆 莫说准地 连志强巅峰都扛不住 但凡沾染 必定炸灭 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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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娇艳的蟹花 一朵接一朵的绽放 一朵接一朵 连成了一片 占满了洪荒祖地 没有一朵占开 必有一人葬身 无论你是准地 亦或大胜 都扛不住地的法则 当场生毁神灭 你是爹 你不能这样 洪荒族黄咆哮 本章完 第三千零三章 踏平洪荒 二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戒三道 血债 血长 女帝清纯微起 一语轻妙 却如万古雷霆 震塌了万古仙穷 仅此四字 便有无数洪荒强者 被震得灰飞烟灭 帝是至高无上的 心境也是至高无上的 不能肆意屠戮生灵 这 便是至尊的大忌 会遭冥冥中的报应 可他 不只是帝 还是一个妻子 还是一个娘亲 纵然震了道 一样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对洪荒 他已无言 哄 女帝的金银玉手 已从天而下 遮了星空 演了阴阳 染着绚丽的仙霞 也染着末日的仙光 还未真正落下 乾坤已崩塌 还未真正落下 洪荒祖地中的山岳 宫殿 便在一座座的崩塌 一片片人影 一片片成灰 先帝啊 他要灭无足啊 救救我们啊 洪荒的哀嚎 是七粒帝 都跪伏在了雕像下 那是帝之神像 被供奉了无尽岁月 别说 他们的呼唤 真就有用 那尊帝的神像 真就显灵了 有一道虚幻的人影 自内走出 那是帝之灵 身形伟岸 如一座历史封碑 承载着地道传承的念力 也承载着地的神话与传说 给巫一个薄面 放过无知传承 帝之灵活的抬手 双手擎天 竟针顶住了女帝的掌印 乳之薄面 敌不过万遇苍生 女帝弹道 掌印中 多了一丝地道神力 也只一丝 那一掌 便多了灭世之威 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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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之灵坚硬的身躯 弯了下去 硬挺的双腿 也弯了下去 在一寸寸崩溃中 被压得跪在了地上 轰 女帝的掌印 落下了 帝之灵炸灭了 只留一声叹息 她仅是帝的灵 如何扛得住至尊的一掌 那尊女帝 是与她本尊帝 是一个级别的存在 莫说她 纵真的本尊在此 也未必是女帝的对手 不不不 帝之灵葬灭 洪荒再无一掌 在哀嚎中 一个个被碾成飞灰 帝之一掌 拍灭了整个洪荒祖地 旗内的洪荒人 上到族黄 下到小兵 无一人幸免 连此一脉的帝兵 都被打得炸裂 谨胜残躯 顿天而走 一脉洪荒大族 被灭了传承 就是不知 此一脉的洪荒大帝 若还在世的话 该做何敢想 地道的传承 延续了万古 被女帝一掌灭了族 帝之灵找她面子 都没给 面子 是个好东西 也得看谁 今日 莫说帝之灵 纵真的洪荒帝在此 一样就不了洪荒 东荒女帝的怒 苍生的怒 需用鲜血来浇灭 朱天 无人怜悯 见一脉洪荒藏灭 前所未有的畅快 天道有轮回 苍天绕过谁 造了孽 便应该想到 会有今日 女帝霸气 不知是那个小辈 嚎了一嗓子 能见满脸泪水纵横 看样子 自家的亲人 有不少葬在了洪荒人手中 或者说 他们这一族 也仅剩他这一个毒苗了 压抑多年的恨与怒 都在此一瞬 爆发了出来 喊得歇斯底里 女帝霸气 一声呼唤 成万千海巢 无数人嘶吼 老辈小辈皆有 每一个人 都是热泪盈眶 受洪荒荼毒这么多年 他们朱天 终是有地来讨债了 轰 碰 轰 嘶喊声中 东荒女帝默然转了身 一步步远去 没有一步落下 都踩得乾坤振战 她锁过之处 腥风都停止了吹拂 一寸寸心欲 都一寸寸结了寒冰 急到地危 蔓延还雨 跟上 朱天修氏擦干了泪水 跟上了女帝的步伐 一脉洪荒被灭 这也仅是第一个 洪荒族何其多 既是要灭 自要全灭 而他们 都将是帝之杀戮的见证者 不久后 又闻轰隆 第二个洪荒族 被寻到了 虽隐匿得很好 不透露一丝气息 却难逃大地窥看 所有遮掩 都无所遁形 你是帝 你不能这样 轰 哀嚎声中 女帝又是一掌 蔑氏的一掌 打灭了那片洪荒左地 轰 碰 轰 其后 如这等声响 每隔一段时间 便会响起 一声声轰隆 便如一声声 来自地狱的丧中 是为洪荒而敲 没有一声起 必有一脉洪荒族葬灭 朱天的女帝是真的很 走一路杀一路 无言亦无语 一旦寻到 一掌打灭 无怜悯 直接灭族 啊 洪荒的哀嚎 是七粒地 藏得再好 藏得再隐秘 都是无用功 总能祭出地之灵 也难党女帝灭世之危 星空 多了血雾 汹涌翻滚 那些 皆是洪荒的血 是为祭奠战死的阴魂 这场地的杀戮 不知持续了多少岁月 才映着血色星光 落下帷幕 待女帝真正定身 已成永恒的一瞬 她 以铁血手段 踏平了整个洪荒 至那一瞬 延续万古的洪荒族 被杀得真真正正断了传承 爹 娘 女帝为你们报仇了 孩儿 洪荒灭了 师尊 你在天之灵 可曾忘记了 洪荒族灭了 星空多了嚎啕大哭声 老辈老泪纵横 小辈义泪流满面 一个洪荒 造了多少浩劫 多少人 因他们而妻离子散 如今 洪荒灭了 大仇得报了 世间 还是有洪荒族的 不过那些种族 此刻称之为诸天修士 更为确切 他们并未站错队 不然 也一样难逃被灭的下场 天明两帝皆莫然 这场杀戮 他们是从头看到尾的 唏嘘不已 万古前 红莲女帝只焚了八荒众神 几百年前 帝荒也只放逐 如今 这尊帝才是真的很 净踏平了整个洪荒 若说红莲女帝凶名卓著 那东荒女帝 比她更凶 东神瑶池 打破了东华女帝的神话 也刷新了红莲女帝的凶名 星空 激凌霜一步步走着 地道的背影 萧瑟 孤寂 沧桑 凄美 她脸颊 亦有泪 并不是以帝的身份枯 而是以妻子和娘亲的身份枯 洪荒灭了 可她的夜沉和夜凡 却看不到了 日后无尽岁月 她也只能空守着可怜的记忆 哄 轰声不解意 莫得响起 打断了她之泪痕 苍庙之上 又炸出了裂痕 其后 又有一道燃血人影 自太古路上跌出 身躯沉重 斜有蔑视的神威 砸得一片心欲轰然崩塌 此番 不是天魔地 亦非恶魔地 而是一尊圣体 一尊第一脉的大成圣体 而且 还在血迹陷阱状态 这 明帝和道祖都皱了眉 还真特么来了 不是帝 竟是一尊大成圣体 好巧不巧 跌到了人界 就是不知 能图巅峰的东荒女帝 是否占得过第一脉大成圣体 本章完 第3004章 东荒女帝 VS大成圣魔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轰 轰 轰隆隆 星辰阵战 一阵阵的晃荡 皆因第一脉大成圣体 威压太强 说是圣体 并不缺陷 换他圣魔 才恰到好处 那或从哪看 都像一个大魔头 黑魔卸发 煞气滔天 浑身上下都透着魔性 周身多亿象幻化 极其吓人的异象 那是尸山 也是血海 这是 诸天 如先前跌落在诸天的外遇至尊 大成圣魔一神情错愕 上一瞬 还在太古路追杀红颜与地荒 一不留神而踩坑里了 这一瞬 便到这里了 那是 圣体 大成的第一脉圣体 竟还开了血迹献检 今一生此起彼伏 多眉头紧皱 早知圣体有两脉 诸天传承的 皆属第二脉 而第一脉圣体 相对诸天而言 乃是反派 曾不止一次作乱 两脉圣体的渊源 无人只知道 只知第一脉圣体 比第二脉圣体更霸道 第二脉圣体有的 第一脉基本都有 而且 还多了一个神级卦 可在特定的时间内 随意开血迹献检 不死不灭 乃世间最强的状态 如夜尘 若无血迹献检 远撑不住九尊巅峰帝的功法 如两尊女帝 若无血迹献检 更图不了十尊巅峰帝 诸天的修士 脸色都不怎么好看 无人敢靠近 也无人能靠近 大成圣魔的威压太可怕了 胆敢踏入那片星空 莫说大圣和圣王 纵准帝极 也会被碾成灰 说到另一尊女帝 诸天修士 阶下意识策谋 遥望了大楚方向 可惜 若细无丝毫的反应 楚轩楚灵他们 也都一样 至于无泪 已出了无泪城 哄 伴着一声轰隆 激凝霜已落下 破了大成圣魔的威压禁锢 见他来 还在还望的大成圣魔 不由挑了眉 诸天竟有地 还是一尊女帝 而且是一尊心静的大帝 有意思 大成圣魔幽笑 嘴角随之微翘 王位戏虐地望着东荒女帝 黑洞的双眸 闪烁着血色的幽光 通体磨煞肆虐 一丝丝一缕缕 皆如山沉重 女帝不语 眸中的泪已燃尽了 隔着浩渺 默然地望着圣魔 第一脉的圣体 她不是没见过 但第一脉大成圣体 还是头回见 圣体与地其间 第二脉做得到 第一脉同样做得到 更遑论 这尊大成的圣魔 还在血迹献戒状态 某种意义上来说 大成的圣魔 比巅峰境的天魔地 还更可怕 臣服本尊 如可活 大成圣魔抬了脚 一步步走来 荒谷圣躯沉重 踩得乾坤轰隆 细虐的笑意更浓 那张本就阴森暴虐的脸庞上 竟还多出了一抹银鞋之色 大成也是至尊 所谓雍之俗粉 她是看不上的 但若是女帝 而且是诸天的女帝 那就另当别论了 女帝的滋味 该是很美妙 金凝霜默然转身 一步入太上天 人都来了 此一战已不可避免 纵要打 也不是在这打 万玉归一位多久 乾坤还不稳 地道的大战 避扰乾坤 在地道的战场单挑 最合适不过 大成圣魔虽强 但她这尊大帝也不是盖的 血迹陷阱是可怕 但不是没有实现 没了不死不灭 大成圣魔也不够看 大成圣魔舔了舔舌头 一步步扶摇直上 登入了大道太上天 怎么说了 就喜欢烈性的女帝 激起了她潜藏的兽性和征服欲 还是投回见大成圣魔 好强的威压 快快快 朱天人已聚来 列在星空四方 站在一颗颗古星 极尽目力遥望 至尊战场无比遥远 却能隐约望见 地道变故 果是多事之秋 未面之子也来了 一同来的 还有无类 朱天的至强巅峰们 还能站着 还活蹦乱跳的 貌似就剩他俩了 西年揍我 还未找你算账 西尘话语悠悠 斜了一眼无泪 当年兢兢业业的巡视玉面 无意撞见了无泪 这个疯娘妈 给她一顿抱锤 在一棵树上 给她挂了好几天 至今 她都不知为妈挨揍 无泪未回应 只看大道太上天 那淡漠的神情 时刻都在诠释着一句话 为妈揍你 心里没点儿逼数 西尘深吸了一口气 含蓄如她 也有了一种想骂娘的冲动 不过 此情此景 骂娘显然不太合时宜 基宁霜能扛住还好 若扛不住 那就很尴尬了 如今的朱天 人虽不少 但能占至尊的 可真没几个 能否再合体 这般想着 西尘又看无泪 合体的女帝 不比东荒女帝差 尤记得那日 巅峰帝都被他俩捶得站不稳 无泪轻轻摇头 倒是想再合体 可惜 短时间那事做不到了 朱天浩劫时 耗损的底蕴太多 万玉归一时 也耗损的底蕴太多 连奈河桥收集的血迹力量 都被耗了干净 此刻的若曦 根本帮不上忙 哄 万众瞩目下 大乘圣魔已入太上天 笑中还多了一抹兴奋 激宁霜神色淡漠 一掌拍来 大乘圣魔满目轻蔑 手中无兵无弃 一拳轰穿了乾坤 哄 拳掌碰撞 寂灭光韵蔓延 去看斗战双方 女帝玉手燃血 圣魔掌骨也崩开 但瞬间复原 血迹现界霸道 恢复力自然也霸道 小看你了 圣魔忧笑 话音还未落 女帝已到 一个梦幻千古 杀到镜前 一指点来 梦知道 有趣 圣魔微翘嘴角 试了八部天龙 万丈龙驱乌芒四射 神龙百尾霸天绝地 比第二脉圣体的还要强 扑 扑 接连两道血光 接乌黑刺目 大乘圣魔圣驱 被女帝一指洞穿 倒是出了八部天龙 却未甩到人 只因在那一瞬 女帝顺身入梦 又顺身出梦 再现身 已在圣魔身后 一掌如神刀 险些把大乘圣魔给生批 很好 圣魔冷笑 如一乌芒直插飘渺 裂开的圣驱 在血迹现界下 已然复原 居高灵下 开霸体外相 如一尊晴天的魔神 遮天一掌 堪称毁灭天地 灵天压向了女帝 乌金色的掌纸间 有撰文刻画 威压是无匹的 正 女帝手中 道剑顿画 一剑划出仙河 破开了遮天掌印 同一瞬 四根古老的铜柱 自天而下 聚成了一座牢笼 砖困至尊的牢笼 围了女帝 其内电闪雷鸣 毁灭光纵横 无视地区 砖锁原神 戒 圣魔淡淡一语 便闻牢笼之中 铁链哗啦声盾起 一条条漆黑的秩序链条凸显 所向女帝 一旦中招 必会被吞噬地道神力 必会被锁了地道元神 那是一种针对至尊的禁法 可惜 她还是小看了东荒女帝 困人的法阵 对她无用 除非是天地级的禁术 且是针对梦道的那种 只一瞬 女帝消失 在现身 已在牢笼外 一剑批翻了大成圣魔 这下 圣魔的笑 脸去了不少 换成了猙獰 好你个小女帝 明明修万无道 梦到静也用的这般溜 疯 圣魔一声冷哼 旋即便见她眉心上 刻出了一道古老的漆黑圣文 那一瞬 见姬凝霜之眉心 也多了一道圣文 与之一模一样 女帝皱眉 因圣文刻画 她能清楚感受到 梦道之仙法 皆被静了 圣魔小看了她 她又何尝不是 大成的圣魔 手段 果是夺天造化 小娘子 臣服本尊 圣魔的笑颇是魔性 已然杀到 寄了魔煞血海 席天卷地 一瞬淹没了姬凝霜 素有风镜和画灭之力 女帝逆乱乾坤 一步踏出魔海 抬手又一剑 第二次批翻圣魔 我 未等圣魔定身 便见飘渺之上 多了一轮交阳 多了一轮圆月 也多了漫天星辰 阳光 月光 星光 普照太上天 光芒刺目 没有一道落在圣魔圣躯上 都能刻下一道蟹鹤 施术者 自是姬凝霜 那是地道仙法 无差别的功法 很好 圣魔冷笑 掌中多了一杆绳 绳毛 当棍子用 一棍打灭了太阳 翻手一棍 又打灭了圆月 至于漫天星辰 也未能幸免 被一掌横扫 哄 还是同一瞬 东华女帝又杀到 开了万物异象 乃一片万物大界 其内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皆有地道的灵性 缠绕极道法则 临天而下 压得圣魔一阵裂浅 圣躯都裂开了 连血迹陷界的恢复速度 都减慢不少 破 圣魔震怒 一拳轰穿了万物界 女帝随之遭反噬 蹬得一步后退 嘴角溢血 还未等定身 圣魔已到 眉心有元神剑射出 斩入地的神海 女帝受窗 嘴角溢血 这尊圣魔 比她想象中更邪乎 还是说大成的圣魔 都有一种帝都无法防御的神力 能重创地的元神 地 就是一个摆设 圣魔笑得细虐 又一拳轰来 姬宁霜顺身避过 直入九霄 拿走 圣魔化身乌光 一路追上飘渺 盖世的摩威 更衬魔神的气势 本章完 第三千零五章 开了光的嘴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轰 碰 轰 大战顿起 轰隆声不断 大道太上天上 毁灭异象遮盖 映着末日光 一尊女帝 一尊大成圣魔 两大至尊 站得崩天灭地 世人看得心灵震战 西尘羽无泪 也脸色苍白 大成圣魔太强 魔煞血气汹涌 神威滔天 如一尊魔神 莫说 与他斗战 就连鱼波 都未必扛得住 很显然 那不是一般的地 很显然 那也不是一般的大成圣魔 破 破 破 不 世人看时 大战愈发惨烈 圣血与地血 皆如光雨 临天倾洒 坠下大道太上天 撵塌了一片片星空 旗鼓相当 冥帝清南 也是观战者 同样是大帝 同样是至尊 若让他从巅峰天魔帝 与大成圣魔之间选对手 他会毫不犹豫地选巅峰天魔帝 荒谷圣体一脉 很邪乎的 第一脉圣体 比第二脉更邪乎 沙大成圣魔 远比沙巅峰天魔帝 要难得多 好似 圣体便是地的克星 地之神力 地之本源 地之元神 他们都是无视的 盗祖之心境 与明帝一样 他不是没战过大成圣魔 很尿性的 不开血迹献剑还好 若开了血迹献剑 那就是一只打不死的小强 而且大成圣魔的血迹献剑 实现颇长 谁打谁难受 纵然东荒女帝不是一般的帝 可对面那头 也不是一般的畜生 如此便好 若再跌来一尊帝 可就不妙了 明帝轻语 哄 他画方落便闻轰隆 乃紫微星域方向有一道裂缝 已在苍秒炸开 有人影跌出来 要咋说是帝呢 明帝的那张嘴 就是开过光的 那自裂缝跌出的 真就是一尊帝 一尊恶魔帝 中阶的恶魔帝 地区染着血 看样子 也是从太古路跌出来的 看其帝微 非普通的中阶帝 只因 其地区周侧 环绕有丝丝缕的时空法则 那并非后天所悟 该是先天所待 盗祖脸色阴沉 还不忘瞥了一眼明帝 你是真牛逼啊 开了光的嘴 比开了挂还尿性啊 明帝的脸色 也不是一般的难看 说啥来啥 怕啥来啥 旗鼓相当的一战 若再加上一尊 非普通中阶的恶魔帝 那东荒女帝 处境就很不妙了 该死 竟又有帝 乌露偏逢连夜雨 一打二 女帝未必是对手 诸天修饰神色凝重 目光已从大到太上天 挪到了紫微心欲方向 极道的帝威 能清晰嗅到 也好似 能隔着无尽飘渺 望见那尊恶魔帝 魔煞是滔天的 可怕的帝威 撵得星空翁隆隆 压得太多人都忍不住匍匐 比我俩拼命啊 西尘深吸一口气 气势顺上巅峰 哄 身侧的无泪 亦是如此 眉心刻出了仙闻 伤势还未复原 便强行调动了战力 神色一凝重到了极点 他娘的 朱天的老辈们 也都开了进法 特别是从乱流出来的那些 个个都神色疯狂 已在燃烧本源和寿源 先前那一战 未曾赶上 这一战 绝不缺场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战 准地之下的人 也都玩了命 神色是决绝的 浩劫之后 又来了浩劫 堆也得堆出一座血色长城 这是 朱天 爹到朱天的外遇至尊们 无论天魔恶魔 亦或大成圣魔 台词基本都是一样的 此刻 恶魔帝那一脸猛逼的神色 也是极其的传神 三两膝的谎神 他才微微侧眸 飘向了大道太上天 上面那么大动静 大圣都听得见 他没理由听不见 这般一看 他地眸闪烁了神光 那尊大成的圣魔 他是见过的 也是知道的 在太古路上 不止一次打佩河 不止一次联合围攻地荒 不承想 圣魔遭遇竟也跟他一样 朱天竟有地 恶魔帝更多关注的 还是东荒女帝 竟能与大成圣魔战的 不分伯仲 有趣 这般想着 他也动了 笑得戏虐 要与圣魔联手 拿下那尊女帝 他 也是一个怜香西域的主 滚 为等他上去 便闻大成圣魔一声冷哼 这个滚字 吐的那叫一个霸气侧漏 自然不是对朱天说 而是对恶魔帝说 意思很明显 这妞是老子的菜 你压得奶凉快奶待着去 去看恶魔大帝 就极其尴尬了 抬起的脚 硬是收了回去 阴森的脸庞 难看得厉害 老子好歹是一尊大帝 你这般骂一尊帝 合适吗 虽是窝火 恶魔帝却不敢发作 那尊圣魔之强 他是极清楚的 莫说他一人 纵再来一尊他这等级别的大帝 一样飞其对手 大城的圣魔也分强弱 那祸不只能抗 还很能打 去出天门 毁了他 大战的圣魔 又传下话语 他之语气 乃是一种命令的语气 也有那么一种逼格 已然渐入佳境 恶魔帝之脸色 多了一抹凶烈 无乃帝 如乃大城 都是至尊 你咋就那么优秀来 还敢对吴下命令 纵如此 他还是转了身 直奔大楚 知道圣魔口中的他 是指谁 来走 无泪与西尘一左一右 挡在星空 曲曲蝼蚁 也敢拦地 恶魔帝冷哼 一掌横扫 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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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道的诛天老准帝们 更凄惨 都还未感到 便被恶魔帝威 撞得翻飞出去 毕竟 不是至强巅峰境 连他们都如此 更莫说小辈 乾坤混乱 满星空都是横飞的人 该死 西尘咬牙 欲要定下身形 却是定不住 中阶帝他不是没打过 可这尊恶魔帝 不是一般的中阶帝 另一方 无泪也飞得足够遥远 仙驱都裂开了 知道恶魔大帝要去干啥 虽然以他的阶位 还远灭不了若曦 但却能毁了若曦 将其毁了 与灭了他 没啥两样 如今的若曦 因耗损太多底蕴 能不能苏醒都难说 见惨状 东荒女帝欲抽身 如 走不了 圣魔幽笑 一步跨越 拦了女帝的路 一拳又将女帝挡了回去 哼 这边 恶魔大帝 已到诛天门外 脚掌落下的瞬间 星空崩塌 大楚人脸色苍白 无人能站直 皆被恶魔帝威压 压得直不起身 不少人 肉身已炸灭 原神状态扭曲不堪 时刻都可能崩溃 这尊帝 太强了 蝼蚁 颤抖吧 恶魔帝宁笑 一步踏入了大主 而后 世人的脸庞便急扬了起来 俩眼珠子 随之左右摆动 不怪他们如此 只因恶魔帝前一瞬踏入大楚 下一瞬便被横飞了出去 不知被哪个人才打出去的 又追来的无泪和西辰箭支 也仰了头 是眼见着恶魔帝 从他们头顶飞过去的 那姿势霸气侧漏 本章完 第三千零六章 那是个啥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这 西辰震了一下 神情错愕 若曦 醒了 西辰默然回首 看了一眼大楚 又瞟了一眼无泪城主 给了这么一个猜测 能将一尊钟接地打飞 如今的朱天 除了姬宁霜 也只若曦了 莫说他 连无泪都这般认为 可他更清楚 此刻的若曦 在短时间内 是不可能有此神力的 他俩不解 世人不解 以定身的恶魔大帝 更是猛逼 肆无忌惮地踏入朱天门 稀里糊涂就挨了一掌 其力道足够分量 至此 都不知是谁打的他 只知这一掌贼凶悍 地区都被打猎了 朱天 还有地 还是说 他苏醒了 恶魔帝双目微眯 暂且这般认为 轰 砰 轰 疑惑之际 砰砰声响莫地响起 乃世人走路之声 极其沉重 每一步落下 都踩得星空乾坤 轰隆隆 无泪 西沉 朱天修士皆回眸 入目 便见一道倩影 迈着偏仙的帘步 一步步走来 一步一个星域 隆目着璀璨星光 如梦幻中的人 燕 飞 西沉一愣 无泪也一愣 朱天的修士 更是一愣 很显然 将恶魔帝打出来的 正是燕飞 怎么可能 西沉难难 满目难以置信 燕飞的战力 她是知道的 虽为至强 但级别 与皇者不相上下 昔日 大楚九皇兵的身死道消 才合力 灭了一尊出阶地 但燕飞 竟能将一尊中阶大帝 打得横翻十几个星域 这特么地纵开了神机挂 也不能这般猛吧 然 看着看着 包括她与无泪 几乎所有人 都下意识地揉了眼 正走来的 是燕飞不假 可她们 分明从燕飞身上 看到了另外一道身影 一道早已刻入她们灵魂的身影 叶辰 没错 是叶辰 一人看错 或许是错觉 但所有人都看见 可就不是错觉了 无泪与西沉对视一眼 又都仰了手 燕飞也如先前的恶魔帝 已从她们头顶的虚无走过 如今的她 变得格外诡异 一步踏下 是燕飞 一步踏下 是叶辰 一步踏下 是准地巅峰 一步踏下 是圣体大成 恍似辩戏法 两种身份 接替着用 人在变 修为也在变 这 两人张了张嘴 世人看得正正 甚至已忘却 太上天还有大战 也都忘了十几星域外 还有一尊恶魔帝 所有目光 都盯住了燕飞 盯住她身上 时而转换的叶辰 这特么什么情况 比起世人 天明两帝的眸 就格外璀璨了 帝之眼界更高 看得也更真切 绝不会看错 那是叶辰 我就说嘛 明帝笑了 脸上的阴霾 被一抹 喜色冲散不少 帝眸也赠光瓦亮 比瞧见珍藏版 都雪亮 梦之道 朱天果是人才被出 道祖南南 也有喜色 帝眸已近乎微眯呈现 多年来的阴霾 也因燕飞的意状 而冲散了大半 叶辰的确战死了 这个毋庸置疑 可她 却活在燕飞的梦中 燕飞能梦到叶辰 便能以逆天梦之道 将她照出梦境 这 才是让道祖震惊的 一个小准帝 竟在梦到的领域 有如此高的造诣 连她这尊巅峰境的大帝 都不敢轻易涉足的禁忌之道 那个小女娃 静悟的这般身 正音悟的身 才有了今日之事 纵然无法将叶辰彻底召回来 但却能在某个瞬间 让她临世 一不燕飞 一不叶辰 便是很好的证明 希望 这是一个希望 他年 叶辰或许真能因梦之道 而重回人间 如这等例子 诸天史上是有的 梦回大帝的传承中 便有那么一个妖孽 曾把人从梦中召唤到现实中 而被召唤的那人 便是战神行天 自然 如此违反禁忌的梦到先法 其代价 也是惨烈的 此数 一旦开启 梦中人一旦彻底出梦 失数者必死 说白了 便是陷阱 以命换命 而且 被召出梦境的人 并不代表就复活了 能重临人间不假 却有某种实现 实现一道 还是会消失的 除非 那个被召出的人 也能参透梦之道 演梦化真 化虚幻为不朽 便能重新复活 不管怎样 这终究是一个希望 他信燕妃 信他终有一日 能将夜晨彻底照出梦境 他也信夜晨 能出梦境的那段岁月 参透梦之道 那是个啥 恶魔帝又觅了眸 紧盯着对面走来的燕妃 明明是一个人 但咋看都是两个人 一步一个形态 一步一个修为 时而虚幻 时而凝实 时而正常 时而扭曲 此刻 他已确定 先前一巴掌给他打出来的 便是这个诡异人 梦之道 这货的眼界 也不低 看出了些许端倪 那是个啥 还在与东荒女帝斗战的大乘圣魔 也在一瞬 微眯眼眸 对面的机宁霜 神色就正正了 握剑的手 也忍不住抖动了 尖修梦之道的他 自知那是个什么形态 一瞬 燕妃侧眸 看了一眼大道太上天 是他在看 也是叶晨在看 因他俩 时刻都在变 燕妃笑得温和 叶晨笑得温情 女帝哭了 泪流满面 叶晨死了 却活在燕妃的梦中 能一瞬瞬的显化世间 这便是一个希望 她的叶晨 有希望重回人间 安心 对敌 燕妃微笑 那也是叶晨在微笑 寥寥四字 前二字是燕妃在说 到后两字 已是叶晨的声音 等我 女帝一声哽咽 当即收谋 地道的神威 瞬间攀至最巅峰 强压了激动的心绪 欲尽快斩灭这尊大成的圣魔 好尽快下去见叶晨 扑 乌黑谢光乍现 方才收谋的大成圣魔 被女帝一箭斩翻 这一箭 比先前任何一箭 都要霸道 强如圣魔 都被一箭劈成两半 这般想死 成全你 圣魔瞬间愈合圣驱 又开霸体外向 一掌覆盖了万掌星空 哄 激宁霜也开外道法香 个头不比霸体外向小 一地一圣魔 成了两个巨人 打出的攻法 威力和形态 都变大了不少 本章完 第三千零七章 弱 太弱了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戒三道 轰 碰 轰 至尊斗战又起 波动更甚先前 此刻再去看战局 已有微妙变化 先前 旗鼓相当 此番 女东荒帝正逐渐站上风 梦知道被封了 可帝到仙法 层出不穷 打得大成圣魔 频频叠血 最主要的 还是心境 有了希望 东荒女帝的精气神 都望上了不守 虽无血迹献戒 却只攻不守 一路攻伐再攻伐 一副不把圣魔打成灰 就不算完的架势 怎么可能 圣魔黑洞的眸 蒙了一层血色 面色猙獰 咬牙切齿 荒骨圣体 以强弓著称 能打能抗能攻伐 更莫说身兼血迹献戒 可如今 她却被女帝一路锤的 有点猛逼了 那娘们 如吃了枪药 顺便还打了一管鸡血 如一个疯子 一个发了狂的女疯子 攻伐丝毫不计代价 这一刻 她莫得有了一种错觉 一种女帝也开了血迹献戒的错觉 不然 她咋会打得这般任性 噗 噗 噗 还是圣血与帝血 如漫天光雨 凌空倾洒 大成圣魔血骨横飞 女帝也好不到哪去 不过 她之疯狂 真就占了上风 大帝发起风来 还是很吓人的 啊 圣魔丝毫 真被打毛了 纵有血迹献剑 也撑不住伤痕了 或者说 血迹力量再逐渐虚弱 烈性 这小女帝 真真烈性 此番 真真见识到了 不但见识到了 咋还有点扛不住了 垂死她 明帝抽空一声暗骂 便又看燕妃 她在看 道祖也在看 哄 扮着一声轰隆 燕妃已在星空定身 还是那般诡异 时而燕妃 时而夜沉 时而虚幻 时而凝食 是她 绝对是她 星空外围 西沉拎着一个 名为望远镜的神器 一眼闭着 一眼睁着 看得谋光异矣 虽不知那是啥个情况 但她 的确看到了夜沉那祸 某人的逼格 走哪都很谎眼的 无类就自觉了 随意伸手 随意夺过了西沉的望远镜 卫面之子不语 斜了一眼这娘们 神色那叫一个意味深长 怎么说了 也得亏我大厨的老家伙们死得走 若都还在 若你赶出无类城 若赶在星空溜达 就不用回去了 会有一整套的珍藏版 她知心语 无类是能读到的 其他没啥 就好奇那珍藏版 是啥 是她 是圣体 如无类 如西沉 太多珠天修士 都忍守一个望远镜 看得眸光璀璨 也看得热泪盈眶 才一年未见 却好似隔了一个轮回 她的背影 还是那般沧桑坚韧 她知神灰 也还是那般光明 承载着苍生的信念 燕妃不语 夜沉亦不语 隔着一条星河 与恶魔帝遥相对立 这等状态 撑不了多久 燕妃有心语 只夜沉听得到 未雨绸缪 当年她拉夜沉入梦 刻梦到印记 结梦之契约 是极正确的 朱天浩劫之后 真就用到了 夜沉已死 却活在她梦中 此事 该是所有人都未想到的 事实也证明 包括天明两尊帝 包括东荒女帝 在内的所有人 都被惊到了 谁会想到 还有这操作 如今 照夜沉出梦 乃她第一次尝试 只能使夜沉一顺顺显化 预照她彻底出梦 还需颇多岁月的参悟 一刻钟 足够了 夜沉微笑 她知心语 也只燕妃听得见 九尊巅峰帝都战果 更黄润一个中阶地 纵只能一顺顺显化 一样能涂地 这便是圣体的自信 有意思 恶魔帝悠笑 这场未白来 真见了颇多有趣的事 梦知道何等悬傲 一个小小准地 近物的这般深 吞了你之际 该是一场造化 地的笑 多了一抹贪婪 哄 燕妃一步踏出 跨过了星河 一掌拍向恶魔帝 弱 太弱了 恶魔帝满目轻面 随意抬手 她这个随意 下场可不怎么好 在两掌碰撞的前一瞬 燕妃化作了夜沉 燕妃的一掌 或许是挠痒痒 但圣体的一掌 那就是崩天灭地了 破 地道血光乍现 夜沉一掌霸绝 打得地手轰然爆灭 连带着手臂 半个地区 都被打得血骨横飞 让你特么的不长记性 先前 能一掌 将你打飞出去十几个星域 就该有某种觉悟的 还敢搁这横 再看恶魔帝 真真一脸猛逼了 觉悟 她是该有觉悟的 前后挨了两巴掌 这次真被打醒了 那个诡异人 比她想象中 还要更可怕 一瞬 燕妃又杀到 还是一掌 这回 恶魔帝再不敢大意 巅峰站立顿线 手中多了一杆战戈 乃她知己到地气 一毛洞窜来 破 一瞬 燕妃又呈叶尘 一掌更霸裂 徒手硬汉地兵 棒 咔嚓 金属碰撞声 是清脆的 金属碎裂声 一时悦耳的 圣体一掌金刚不坏 近正面将一尊地气打得炸裂 破 哇 恶魔帝喷血 登登后退 每退一步 都踩她一片星空 地气损坏 遭了反噬 一双地眸 也已凸显了 瞳孔也紧缩 满目的难以置信 那一瞬的荒谷圣体 未免太强 明明未度大成劫 明明还在梦中 站立该大打折扣的才对 还是说 是她太弱了 中阶地啊 非一般的中阶 她不弱啊 不是你弱 是她太逆天 这两句话 是天明两帝想说的 夜晨不再巅峰不假 但你压得搞搞清楚 这是在诸天 有新地的地道烙印 你是受压制的 你也不再巅峰 轰 碰 轰 两帝看时 星空也开战了 一瞬瞬显化的大楚帝诗皇 真真霸天绝地 燕妃不够看 但却不能小觑她 不在巅峰状态 一样能一路锤的中阶地站都站不稳 曾图过不止一尊地 增占过九尊巅峰地的盖世狠人 岂是说说那般简单 啊 恶魔帝丝毫 也被打毛了 在太古路 也有两尊大成圣体 也是个顶格的墙 独占她站不过 曾被虐得抬不起头 来了诸天 竟还是被虐 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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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的血光 也是扬眼的 地骨染着地血 炸满星穹 自叶城功伐 奈尊大帝 真就被站稳过 恢复力士霸道 一次次受窗 一次次重塑 却一次次被打爆 这还只是一瞬瞬显化 若真身临逝 他早被打成灰了 老七 小元皇来了 背着奎牛的战斧来了 泪流满面 一同来的 还有南帝 陈毅 西尊 姚兴 各个神色沧桑 眸光一瞬瞬恍惚 从未想过 竟还能再见叶城盖世的雄姿 老爹 叶玲也来了 泪眼婆娑 此刻 他该是明白 雁妃为何一次次梦游到玉女峰 必是因叶城的缘故 是她想家了 在梦的潜意识中 总想落叶归根 总想看看她的亲人 那不是幻觉 那是真的 娘亲 你们可看到了 叶玲抱着十几盏长明灯 哭得像个泪人 叶城 灯中的元神火 火苗摇曳 皆有一声呼唤传出 无论隔着多远 都好似望得见 那是他们的叶城 你压得自带复活甲吗 谢云来了 喃喃自语 亦是满嘴壶茶 略显颓废 再望见叶城的那一瞬 黯淡的眸 才多了些许的光 司徒男和皇者 后裔也在 看着那画面 挣了很久 很久之后 才露了笑容 老爹 叶师叔还活着 熊小二满眸泪光 话语声哽咽 抱着的是熊二的牌位 若他父亲还在人世 多半也会高兴到骂娘 圣体 不知是谁 该是一个小辈 嚎了一嗓子 嚎得歇斯底里 圣体 此一吼 真一语激起千层巨浪 四方的星空 皆有嘶喊声 是发自灵魂的嘶吼 纵然叶城是在梦中 可所有人都坚信 那尊战神 终有一日 会重回人间 那等信念 是坚定的 缔造了无数神话 这一次 他也一定做得到 破 嘶喊声中 大成圣魔的血迹献戒 消散了 被东荒女帝一掌 打得圣躯险暴灭 崩飞的圣骨 炸满太上天 就无 就无 圣魔丝毫 血迹献戒都消散了 真真干不过了 期望恶魔帝来 合力围攻 恶魔大帝无反应 能有啥反应 圣魔凄惨 他比圣魔更惨 站都站不稳 地区已不知 被打猎地几回了 再说了 你压的不是很牛逼吗 先前还让老子滚 还对本地发号施令 既是你的菜 就自个吃呗 无都自身难保了 还有空救你 救无 救无 圣魔咆哮 拖着血灵身躯一路逃 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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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黑的血光 是一路伴随他的 血迹献戒没了 封禁女帝梦知道的禁法 也消失了 东荒女帝如影随形 走哪根辣 追上便是一剑 追了一路 也斩了一路 给圣驱差的七零八落 重塑的时间都不给的 救无 救无 此乃恶魔帝之回应 帝驱已然暴灭 只剩一道虚幻的元神 可惜 他俩谁也就不了谁 同一瞬 夜晨一掌打灭了帝道元神 也是同一瞬 东荒女帝一掌打爆了圣魔圣驱 翻手一剑 斩灭了其元神 不 不不 至尊残存的神智 还在哀吼 奈何 没啥掉用 至此 跌落诸天的两至尊 齐齐葬灭 黄泉路上 还算有个半 本章完 第三千零八章 二十五年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轰隆声终是湮灭了 整个星空都堕入了宁静 无论是东荒女帝 还是圣体夜晨 都呈永恒的一瞬 大成圣体与帝并肩作战 也会成永恒的神话 夜晨疲惫一笑 嘴角有鲜血躺翼 是他在笑 也是燕妃在笑 是他在溢血 也是燕妃在溢血 涂了中阶地 两人未受伤 那是假的 燕妃在苦苦支撑 夜晨也在苦苦支撑 梦到的反噬 两人是均贪的 还好 他们做到了 在女帝无暇他顾之际 灭了一尊恶魔大帝 伴着一缕兴风轻浮 燕妃倒下了 也是夜晨倒下了 无论是谁 都是白发飘摇 他血拼天魔恶魔时 曾献祭过寿元 他独占九地时 也曾献祭过寿元 都已是苍老不堪 潇洒的沧桑的背影 让人心疼 前辈 鸡宁霜顺身而至 拖住了燕妃 触碰的那一瞬间 燃起了一抹古老的温存 是夜晨的温存 残留在燕妃身上 燕妃昏厥了 她也重回梦中 不知再临世 会是何年 或许 那会是一段漫长的岁月 我带你回家 女帝泪眼婆娑 不知是对燕妃说 还是对夜晨说 她之背影 也染着一缕血色 也是那般古老和沧桑 这一战 夜晨和燕妃受了伤 她也一样 荒谷圣体一脉太可怕 大城的圣魔更可怕 远比巅峰大地要强得多 图圣魔 远比图巅峰地要难 女子走了 星空依旧一片凝际 世人还在意犹未尽中 战神回来了 还图了一尊中阶地 都好似在做梦 良久 朱天修士才缓过神 不约而同地迈动了脚步 自苍秒去看 人影如一条条溪流 聚向了大楚朱天门 大多人都在暗自抹泪 太多人都哭得泪流满面 圣体一脉 从未让苍生失望过 明帝深吸一口气 略显苍老的姿态 有重患年轻 自朱天浩劫之后 第一次笑得这般无负担 那个小黄者 会是史上最惊艳的荒谷圣体 地荒都望尘莫及 道祖未言语 可他知神态 却昭示了一切 除了东神瑶池 他从未对一个后辈 这般欣慰过 这个时代 会因他 会再一次崛起 会缔造一代的新的辉煌 月下的玉女风 宁静祥和 老树下云团上 燕妃睡得安逸 云团一侧 姬宁霜正洒下一片片彩霞 帮燕妃疗伤 帮他驱灭潜在的梦道反噬 没有一片洒下 必有两行泪光 九娘 老爹会复活吗 夜灵也在 还在抹着泪 能 姬宁霜温柔一笑 也从未质疑过 今夜的大厨 来了颇多人 连闭关的老家伙都跑来了 未曾去横跃 也不敢去掏扰 只远远眺望 有女帝在变安心 足三日 都不见玉女风有动静 燕妃苍白的脸颊 终是多了一抹红润 梦到先法蜀禁忌 得亏姬宁霜施法 才勉强抹去了梦的反噬 可他 依旧未醒来 夜灵寸步步离 守在云团前 手中握着小手绢 为燕妃擦泪 那泪 不知是燕妃的 还是夜沉的 十几盏长明灯也在 悬在四周 默默守护 一朵朵原神火 在摇曳中 能见晶莹之光 该是泪光 藏在灵魂深处 姬宁霜 踏上了山巅 以盘膝而坐 岳下的他 圣洁无暇 也如梦似幻 在参悟梦之道 期望也能参透赵人出梦的仙法 若真要有一人去献祭去换命 他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不想燕妃因此葬身 可惜 梦到仙法太奥妙 纵他是地 也难参透 这一点 他远不如燕妃 威风轻拂 他嘴角亦有血躺流 该是在参悟梦道时 遭了冥冥反噬 待在开眸 燕妃已在他身前 偏然而立 正对他微笑 前辈 姬宁霜起身 拱手一礼 这一礼可不要紧 燕妃红润的脸颊 顿得又苍白 嘴角的血 再次躺逸 并非伤未痊愈 是他 承受不起地的礼数 正如姬宁霜拜计叶晨和叶凡 叶晨坟前的射箱 能勉强燃起 可叶凡坟前的射箱 他是燃不起的 只因 他是地 他的礼数 除了至尊 谁都承受得起 这 便是冥冥法则 冥冥中 自有一种秩序 大地都无法逆转 我会复活他 会将他重新拉回人间 燕妃微笑 温柔也温和 他 走了 渐行渐远 映着沧桑岁月 会有那么有一种执念 是专属陈皇皇妃的 在很多年前 在明雾赵人出梦的那一瞬 他便有了某种觉悟 这一生 注定要为一人死 被他刻下梦到印记 被他结下梦之契约的 不止叶晨一个 还有他的丈夫 还有大楚的陈皇 他也曾仇出过 也曾犹豫过 是拿命换叶晨 还是拿命换玄晨 最终 他还是选了前者 叶晨是大成圣体 是诸天的战神 他存在的意义 远甚玄晨 或者说 在诸天与情缘之间 他选了苍生 这等觉悟 不是谁都有的 他也累了 也想落叶归根 想尽快去追玄晨 复活叶晨 将是他活着的唯一信念 这是他的使命 会帮苍生完成 出来了 见燕妃出山 四方人都集体起了身 隔着浩渺 能见燕妃那梦幻的倩影 白衣也白发 真如梦中来的仙子 在他身上 总有叶晨的身影 在四影若现 走着走着 燕妃便消失了 一次赵人出梦的尝试 不算太成功 他还需更多岁月的参悟 来完成那逆天的禁法 爷爷 燕妃会死吗 会 圣体重现人间的那一瞬 便是他魂归九天之时 以命换命 任何事 都需要代价 小辈与老辈的谈话 此起彼伏 梦的秘心 被世人熟知 之后 便有悲痛之意 隆目了天地 燕妃这一走 便是十年 十年间 世人再未见过他 好似人间蒸发 连女帝亲自去寻 都不见踪影 第十一年 南明玉树她们 皆重塑了原神 皆塑出了仙驱 各个泪流满面 夜里的玉女丰小竹林 哀良龙目 是为拜祭胡仙 也为拜祭叶凡和叶辰 第十二年 帝宣苏醒 姑姑 再来横月时 叶玲的一声呼唤 喊得帝宣寒泪而笑 多少沧海桑田了 第一次有了家的温存 无论叶辰是不是他的兄长 他都承认了这份亲情 比起他的帝尊哥哥 大楚的帝十皇 貌似更靠谱些 至少 叶辰给他拐了一堆嫂子 要皇者有皇者 要女帝有女帝 还有一个少年帝级的外甥女 热热闹闹才是家 第十三年 魔王魁宇将复活 夜里 他提着酒壶 在皇者和王者的石像前 洒下了一片灼酒 大楚九皇 大楚九王 只剩他一个 那等心静 无比悲凉 一往昔蒸容岁月 太多蹉跎 第十四年 日月神子与东周五王 皆重回人间 世人在见他二人时 是在诸天仲弟子级的雕像前 是去拜祭的 他的嘴边多壶茶 他的长发多银丝 病尖利 皆一语不言 族族占了九日 才默然转身 第十五年 龙杰含着泪开眸 苍龙一族 近乎全军覆没 包括他在内 整个种族 剩得不到十人 往日的化劳 也沉默寡言了 总会在夜深人静时 独自坐在灵族神女的坟前 在天有灵的阴魂中 也有他的妻子 待真正阴阳两格 他才知何为情 才真正忘却了姚池是谁 记忆中 刻满的皆是妻子的身影 再对他回眸而笑 世间的年轮 未因妻离而停止转动 其后十年 多有残魂成人 皆是早年间鸡宁双寻的 又都重回人间 可那些 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比起战死的阴魂 少得可忽略不计 地非无所不能 有时候 能做得的确有限 二十五年了 这段岁月 女帝未出过玉女封 在封巅 一坐便是二十五年 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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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侧 翁龙声不绝于耳 那是一尊尊地器 准确说 是残破的地器 他足好了二十五年 才见种地器重塑成形 也图有其形 帝兵中潜藏的烙印与神志 还需无数岁月的供奉 才能复苏 那一夜 他将种地器 送出了玉女封 如一道道神光 飞向各自的祖地 二十五年了 他第一次踏出横月 漫无边际地走在星空 寻找着燕妃 当年 燕妃走后 再未现身过 女帝的神识 每日都在星空徜徉 也从未见过燕妃 真好似人间蒸发了 见过女帝 星空多人影 多陌生的面孔 远远望见他 便拱手行李 那些 皆新一代的后辈 二十五年间 诸天无战乱 外遇无入侵 在女帝光辉的守护下 新一代的天骄 如雨后春笋 一个个崛起 成那一颗颗璀璨星辰 会引领新一代的辉煌 万遇归一 于诸天而言 就是一个造化 灵力于本源 在这二十五年的漫长岁月中 每一日都会浓郁一分 无论老辈小辈 无论人修夭修 或多或少 皆有涅槃和蜕变 几乎每一日 都有天节的征兆 休养生息的年代 在浩劫之后 逐渐恢复着元气 生命力再次磅礴 星河的彼岸 女帝默默定身 这片星空 有燕妃的气息 却是很多年前残留的 燕妃多半不在现实中 该是在梦中 且是真人入梦 她之梦境 女帝是寻不到的 只能嗅到残存的气 驻足良久 她才有抬脚 微微仰着脸颊 静静看着浩渺星穹 能清晰望见她的地道烙印 龙目着整个乾坤 也压着整个诸天 欲出新地 便需打破压制 除了她之烙印 她还寻到了历代大帝的烙印 那等烙印 只会无限虚弱 绝不会消散 比真正的地还不朽 历代大帝都藏灭万古了 他们的烙印都还在 这也正是后世的地 普遍比仙代大帝要强的原因 只因 后世成地 所承受的地道烙印压制 会比仙代人更多 相对而言 冥冥中的压力越强 厚积勃发的正道者 便会越强 至于它 该是地道变故中的产物 这一点 天明两帝能给出很好的解释 无出地意象 却逆天正道 她乃诸天史上的第一个 若历史轨迹未变 成地的将是贱尊 正因变故 才多了变数 星空中 女帝渐行渐远 九日后 才见她在玄荒的东荒献身 在宁静的夜 入了瑶池圣地 瑶池深处 一片仙湖之盼 她默然显化 静静看着湖畔一株莲花 那是七彩玲珑花 沐浴着月光 晶莹剔透 乃炼丹的珍宝 外界已绝技 她之所以来此 一位故地重游 至于其二 便是为这七彩玲珑花 只因她在此花中 嗅到了一丝 极熟悉的魂力 东皇太兴 女帝青南 所嗅到的一丝魂力 便是东皇太兴的 世人嗅不到 却难逃地的窥看 那一丝魂力 蒙着轮回的色彩 看了两久 女帝才又仰眸 急尽了地道目力 又一次仰看浩渺虚无 这诸天 也有轮回 尸简 莫得一声轻语 打断了她之思绪 瑶欣来了 白衣白发 如今的她 已是瑶池圣地的仙母 却是面容多憔悴 眼角还有未风干的泪痕 头戴的一支玉钗 在月下格外精盈 乃薛元弟子送的 算是一个定情的信物 浩劫之后 二十多年了 薛元弟子也战死二十多年了 总还会梦见她 女帝伸手 替她是去了眼角的泪痕 某种悲痛 某种伤痕 她都懂 也都曾经历过 真比撕心裂肺还难受 映着月光 她又走了 临走前 还带走那株七彩玲珑花 去了炼狱 有些个秘星 她需找炼狱求证 如今的炼狱 亦冷冷清清 除了战死的人 大多都在沉睡中 也大多都是小辈们 难见准地 数量极为稀少 前世今生 这是她 第一次来禁区 真正踏入 才知禁区的不凡 深处藏有古老的底蕴 饶是她 都难以真正忘川 见过女帝 拱手行礼的 乃炼狱弟子 如今 她已是炼狱的天王 虽辈分远高过女帝 还是行了一礼 朱天 可有轮回 女帝清语 是问炼狱弟子 也是在问深处的底蕴 预得准确的答案 本章完 第3009章 出梦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有 曾经有 炼狱弟子回道 看样子 传承的不只是 炼狱天王的王位 还有炼狱天王所致的 古老秘星 便如这朱天的轮回 她的话 让女帝美眸鲜光闪烁 猜测果然不假 朱天的确有过轮回 该是在无尽岁月中崩坏了 但某种轮回的神力 还是有残留的 冬皇太兴能轮回成一株七彩玲珑花 便是很好的证明 就是不知 其他战死的阴魂 枉死的冤魂 是否也这般好运 若那些幸运的人中 也有她的孩子 那该有多好 女帝 琴 炼狱弟子伸手 做了琴的手势 姬宁霜不语 随炼狱弟子步入深处 轰 轰隆隆 这个夜 并不平静 星空中 多雷鸣声 不少人渡劫 除此之外 便是太古路 隔三差五便有动静 至尊间的混战 时而会上演 没有此时 道祖与冥帝都会仰谋 太古路 跌出过天魔地 恶魔地 大成的圣魔 便证明那条路上 除了帝荒红颜 和那第三个竹天人 还有这三类至尊 这么多年了 帝荒他们竟还未被灭 真是一个奇迹 他们 该是站得很艰难 此话不假 帝荒他们 何止站得艰难 每日都在生死边缘挣扎 对方阵容太大 也正因对方阵容大 才一次又一次地扰乾坤 没有乾坤混乱 身在那片天地的人 都会被卷到四方 那等力量 至尊都无法抗拒 这 便是他们能撑到现在的缘故 若无乾坤混乱 不知被灭多少回了 对太古路的轰隆 两帝早已习惯 担忧是有的 不过两帝都性 圣体一脉的人才 都是小强的命 咋弄都弄不死 比起帝荒和红颜 他俩更关注叶辰 看人皆看了二十多年 也没瞧见燕妃的身影 多半在梦中 鸡宁霜寻不到 他俩也寻不到 不知可参透那梦之道了 悄然间 又是五年 据燕妃离去 已有三十年 三十年的风霜 三十年的雪月 朱天可谓朝气蓬勃 新一代的崛起 也在这新一代的希望 正逐渐复苏 往日辉煌 时隔五年 女帝又回了大楚 天玄门一片仙湖 他取了七彩玲珑花 栽在了湖中心 只待他成人形 便可复活了 便可帮其恢复前世记忆 东皇太兴 西尘也在 双目近乎微眯呈现 朱天 有轮回 魏面之子 试探性地看着女帝 曾经有 女帝轻语 渐行渐远 自恋欲禁区 得了不少秘星 指地有资格知道 但 那也仅是很少的一部分 帝尊当年 多半也一样 直至离开朱天之前 才得了完整的秘星 至于朱天的轮回 自他初恋欲禁区 每日都在寻 如东皇太兴这等轮回转世者 他也每日都在找 足寻了五年 可惜 除东皇太兴外 他再未寻到第二个 轮回早已崩坏 并非所有人 并非所有阴魂 都如东皇太兴这般幸运 玉女风 还是那个玉女风 女帝落下时 东方已映出一抹红霞 哇哇哇哇 很快 便闻婴儿啼哭声 哭声出自一座山峰 伴着啼哭 山峰上空的虚无 还有一项显化 是明觉的孩子 出生了 那是个怪胎 青鸾族怀了很多很多年 至今才出生 天见异象 乃特殊血脉的异象 是为九阳仙体 治刚治阳 因小家伙出生 因那啼哭声 惹来太多人 隔背轻的老家伙们 最是积极 多少年了 横跃终是又添小生命了 明觉 我们的孩子 出生了 青鸾哽咽不堪 脸颊是苍白的 也是憔悴的 看着墙堡中的孩子 露出了疲惫的笑 那双大眼 像极了明觉 若非因她 她多半早在当年 便随丈夫一块画面了 这个孩子 便是她的希望 给孩子 娶个名吧 林诗华也在 笑得温柔 明天 青鸾笑中有泪 这是她与明觉 早已想好的名字 与明天谐音 其寓意便是光明 明觉当年 真的便是光明 鸡宁霜也来了 难得将她笑 看那小家伙后 也露出了母性的温柔 总会在不经意间 想起她的孩子小叶凡 你父亲 是个盖世英雄 鸡宁霜微笑 一直轻轻点在了小娃娃的眉心 赋予了她一道守护之光 专属地道的守护 一生一世都将伴随她 真想抱抱她 明弟的笑 更多词和 那个小家伙 与明觉小时候 真太像了 弟是愧疚 那个愧疚 是对明觉和青鸾 也是对那个小生命 便是她 赋予了明觉使命 成了那千疮百孔的宿命 来了 道祖墨的一语 这句来了 指明弟听得见 也知道祖说的是谁 是消失已久的燕妃 那是一颗无声灵的古星 一片破败 诸天浩劫的残留 所见 皆是狼藉不堪 入梦的燕妃 便是在那颗古星显化的 月下的她 一世如梦似幻 三十年未见 更多一抹老太 玉肩上 还染着岁月灰尘 在梦中 多半走了很长一段路 又一次 她施了秘法 眉心之上 刻出了一道印记 与当年刻在夜晨眉心的梦道印记 是一模一样的 那是专属 她与夜晨的契约 会以此施纳逆天禁法 她单手结了印 在两地注视下 夜晨又一顺顺的显化 一顺是燕妃 一顺是夜晨 前辈 小家伙 日后的路 需你自己走了 参透梦道 方能彻底复活 燕妃的笑 有一丝疲惫 伴着话语 她之先驱 再一寸寸的化灭 每化灭一寸 夜晨的身体 便凝食一寸 待她真正在临世间 也便是燕妃葬灭之时 梦道陷寂 便是以命换命 前辈 夜晨再次呼唤 深邃的眸 多了一条条血丝 欲挣脱 却被契约束缚 至今日 她才知在临世 需付出何等惨烈的代价 需燕妃的死来换 若如此 她终生都将背负愧疚 累了 燕妃的话 沙哑了一分 梦了三十年 也撑了三十年 的确累了 美眸都暗淡不守 玄尘已死 她眼中的世界 都已无色彩了 唯一的念想 便是将夜晨 照出梦境 如此便功德圆满了 她眸中有泪 是夜晨的泪 正 剑鸣声突起 刺人灵魂 有一道七彩光闪过 来自黑洞 仔细一瞅 正是该死的朱仙剑 沉寂了几十年 又跑出作乱 剑体依旧是残破的 可通体的七彩光 却璀璨绚丽 她 倒是会挑逝后 选在这个结果眼神跑来 若打断了梦道仙法 或重创了燕妃 夜晨永远都不可能再临世 该死 天明两帝皆冷亨 杀鸡顿线 正 朱仙剑翁洞 以临天展来 若她是个人 此刻的神色 多半是猙獰的 也必定阴森凶残 因为 可亲手绝了夜晨生落 可惜 她想的还是太简单 还未等剑落 便见燕妃身上 蒙了一层地道仙光 如一层铠甲 也如一层守护罩 不止仙驱 连元神 都护得严严实实 没错 那是姬凝霜的地道仙光 早在很多年前 便刻入了燕妃体内 防的便是朱仙剑 未雨绸缪 果是有用 棒 金属碰撞声 甚是清脆 朱仙剑的一剑 虽毁天灭地 可展在燕妃身上 却如披在了钢板上 非但未伤到燕妃 非但未打破梦道仙法 反被震得翻飞出去 本是璀璨绚丽的七彩光 瞬间暗淡下去 翁翁翁翁 朱仙剑翁动 剧烈震战 先前是狂喜的颤 如今 便是愤怒的颤 真小看了东荒女帝 竟在燕妃身上 种下了守护 所以说 她脑子不怎么灵光 燕妃牵扯甚大 干系到夜晨 女帝 总会不留下后手 脑子未进水的人 基本都想得到 正 朱仙剑发了狂 不知血迹了何等力量 黯淡的七彩光 再次绽放 这批来的第二剑 比第一剑还更霸道 看样子 要强迫地道仙光 只因这机会 千载难逢 棒 还是金属碰撞声 比先前更清脆 朱仙剑又横飞了出去 并非被震飞的 而是被一只金银玉手 给打飞的 女帝来了 在地道仙光显化的瞬间 便有了感知 上一瞬再横跃 下一瞬便到这了 那一掌 出的是最巅峰的力量 嗡 朱仙剑翁的一声 瞬身顿入了黑洞 挨了地的一掌 那自是不好受 血迹换来的七彩光 直接被打灭了 本就残破的剑体 又裂开缝隙 颇有炸裂的前兆 哄 吉宁霜一步踏碎乾坤 追入了黑洞 时隔三十年 冰冷的地道杀鸡再现 枯寂的黑暗 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结成了寒冰 一副不灭了朱仙剑 便不算完的架势 变故 来得快 去得也快 死寂的古星 又呈堕入了宁静 只剩燕妃 只剩燕妃 只剩夜沉 一个在化灭 一个在重塑 一个在葬身 一个在出梦 玄辰 可走远了 等等我 燕妃扬了脸颊 看苍苗的眼神 柔情似水 对身体的一寸寸画面 自始至终 都无动于衷 很多年前 便已看破生死 前辈 夜沉第三次呼唤 热泪盈眶 可惜 此一生再无回应 只一滴晶莹的泪 自燕妃正在画灭的脸颊上 轻轻滑落 在坠落中 也随之化作了飞灰 唉 两地某有卑意 默默为燕妃送行 姬宁霜也回来了 见此一幕 心猛的一阵疼 眸中的水雾 映着月光 凝结成了霜 热泪盈眶 躺满了地的脸颊 那一瞬 燕妃彻底消散 那一瞬 夜沉彻底出梦 本章完 第三千零一十章 梦中悟梦道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恭送前辈 夜沉与姬宁霜并肩 齐齐拱手俯身 一个热泪盈眶 一个泪眼婆娑 大成圣体一败 东荒女帝一败 这个颂行 当是至高无上的 试问 除了万古前的古天亭女帝 谁还有此殊荣 朱天气韵 浩然长存 冥冥中 似有一缕回音 乃燕妃最后的回眸 玄臣 已死捍卫朱天 他走的也是同样的路 已死 照出了一尊守护神 出来了 天明两地 皆难难 眸中的西季之光 未曾湮灭 夜沉彻底出梦 不代表就复活了 须参透梦到 才能化 须换为不朽 两久 死即星空都无声响 夜沉与姬宁霜 皆如雕像 久久未动 他们的身影 是同等的古老 一同等的沧桑 皆白衣 皆白发 连映出的那两道影子 也都刻满了岁月的痕迹 不知何时 两人才转身 手牵着手 渐行渐远 每一瞬侧眸 没有一瞬看对方 都能从各自眸中 看到风不干的泪 那是女爹 旁边那位 大楚帝诗皇 是她 是她 星空多人影 远远望见 都神色正正 待两人走远 他们才缓过神 圣体出梦了 很快 这个消息 便如长了个翅膀 飘满了万玉诸天 但凡文之者 都自四方赶来 要看看那尊战神 是否一如当年 这一夜 叶辰的名 又传遍人间 不知多少人来大楚 不知多少人泪如雨下 是为叶辰出梦 也为燕妃生死 恭送老祖 在接过燕妃的牌位时 谢云与念威 都跪在了地上 都哭成了泪人 这一世 陈皇的皇妃 乃他二人的孤祖 他们 都有另一个姓氏 叫若天 他们 也都有另一个故乡 叫朱雀星 英雄种钱 叶辰与姬宁霜定身 晴天立地的石碑 刻满了一个个人名 大楚九皇 帝尊神将 四大剑修 朱天弟子 圣尊 帝姬 太多太多了 岳下 酒香是甘纯的 也是碑离的 是为迎接叶晨 也是祭奠阴魂 叶晨 举目四望 好似能一眼望到天尽头 少了太多太多的熟悉面孔 往日画牢如他 今日也沉默寡言了 一场席卷朱天的浩劫 仿佛让所有人 都变得沉静 怕开口便饶了记忆 这一夜 太多人伶仃大醉 叶辰走得 翘无声息 在现身 已是玉女风 已是深处的 那片小竹林 叶凡的目前 留不完的是泪 金凝霜他们也在 谋中多水雾 若叶凡还活着 见此一幕 必定会微笑 他的死 会是值得的 逼了他父亲逆天大成 也逼了他娘亲逆天正道 叶 逐渐深了 叶辰独自一人 登上了山巅 此番 无人相伴 无人叨扰 圣体出梦了不假 不代表就复活了 还有一段路要走 涅槃便重生 失败便葬身 谁都不知 叶辰究竟有多少时间 更无人敢问 只愿 他在实现到来前 能参透梦之道 如此 才是真正的重回人间 心灰下 他之状态 是奇妙的 时而会凝食 时而会虚幻 如梦中的人 只在某几个瞬间 虚幻与现实有了交错 娘亲 老爹会复活吗 叶灵望着山巅 小声问道 会 这是基宁霜的回答 也是南明玉树他们的回答 一字吐露 说的颇坚定 叶辰这一战 便是三日 三日来 从未动弹过 只静静仰看苍庙 思索梦之真谛 他的命 是燕妃换来的 他需替那个老前辈 活在世间 如此状态 无人可帮他 天明两地也做不到 一切需靠他自己 至于基宁霜的梦之道 与燕妃的并不同 那是两条路 还好 叶辰在此领域 有些底子 曾有一瞬 他闭了谋 站着睡着了 堕入了梦境 梦中无人 只他一个 自外去看 他之形态更加诡异 如圆神体 身体扭曲不堪 会随风摇曳 这几个夜 恒月大多都未睡 大多都看着玉女风风颠 生怕那道人影 幽默地消失 他们都在等 等他重归人间 老树下 众女也在 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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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等声响 平平不绝 那是朱仙剑的碎片 先前被基宁霜追杀 又从朱仙剑剑体上 打落不少 此刻 女帝已寄了神力 包裹了碎片 要将其强势炼化 不给其再复原的机会 去看朱仙剑 那就不是一般的惨了 黑暗的深处 他再无剑体 仅剩一把剑饼了 还真是 出来一回 便伤一回 一次比一次伤得重 虽侥幸 逃过了女帝的追杀 可如今的他 真不忍直视了 安分 这次他真安分了 朱天吴至尊时 都拿不下夜晨 更遑论有一尊帝作证 还有夜晨那尊大成的圣体 两个至尊处着 去了也无用 朱仙剑的心境 该是惆怅的 细数一下 自当年在大楚第一次作乱 自夜晨崛起 他就没好过 好好的一把剑 愣成了剑饼 若主人还在 多半会被气死 第九日 闭谋的夜晨 下了玉女风 她 也如先前的燕妃 再梦游了 其身后 不少人暗自跟着 不敢跟太近 生怕惊醒夜晨 话都不说的 夜晨成了游客 在无意识中 走过了大楚 颇多地方 每到一处 都会驻足 时隔三十年 她再来天玄门 灵霄宝殿前 她如雕像 停了足三日之久 灵霄殿再再颤 是喜悦的颤 也是震惊的颤 后世诸天 果世人才被出 殿中 楚宣楚灵已泪流满面 能感知到夜晨 也是潜意识中在流泪 远方 未面之子在看 更远方 帝宣也在看 自夜晨的身上 寻到了帝尊的背影 夜晨越强 她便觉帝尊的背影 越清晰 不知夜晨若成帝 她的哥哥 是否也会回来 她在默默等 在看的 不止他们 还有红尘雪 却不见楚灵玉 还有千商月 心月圣女 九尊道身的后裔 都在夜晨的身上 寻着那可怜的温存 她们 曾经都是一体的 她有多长时间 冥帝清语 瞥了一眼道祖 道祖未言语 也瞥了一眼明点 好似在说 你问我 我问谁 第四日 夜晨离了天玄门 出了大楚 再入星空 他如一只游魂 更如一只幽灵 在星空历练的修士 曾多次 瞧见过她之身影 闭着眸 一路都在梦游 她恍似无根之人 好似在梦游中 寻找着自己的根 去了幽明大陆 曾在各域面驻足 跨过星河 降在了玄荒大陆 自封禁区 天须地子传音四方 同一瞬间 禁区皆失了结界 并非怕夜晨 而是怕她误入五大禁区 怕禁区的底蕴 会扰了她的梦 和她的状态 可惜 所谓的结界 都是摆设 夜晨还是进去了 逛过炼狱 去了明土 走过了望川 掠过了黄泉 最后 漫无边际地在梦游中 进了天须禁区 那一日 天须洞颤 有古老的异象 平平显化 更有绚丽的光韵 自中周蔓延四方 才有天音 一种古老的天音 圣体果实尿性 不少人在看 不知梦游的夜晨 入境区干了点啥 整出了这般大动静 整个玄荒都在颤 多处还有电闪雷鸣 但夜晨再出来 已是五日后 能见她的身后 天须弟子脸色漆黑 仅剩的一些老家伙 也吹胡子瞪眼 包括天须弟子在内 天须九成以上的人 都鼻青脸肿 有几个 还搁地上趴着呢 梦游归梦游 打人就过分了 夜晨走后 机灵霜现身 她一路都在跟着 见天须一片狼藉 神情不免有些尴尬 她家的夜晨 睡梦中也不老实 如风走过 她又跟上夜晨 此番 夜晨走着走着 便消失了 女弟走着走着 也消失了 身后跟随的人 再找不着她二人 夜晨现身出来时 乃吴泪城 历经了浩劫 吴泪之城除吴泪之外 全军覆没 整个吴泪城 也冷冷清清 依旧时刻在动 隐于虚无中 连天明两地 有时都找不着在哪 使命还得继续 见夜晨 夜晨 吴泪神情奇怪 眼神饱含了颇多寓意 大楚的地狮黄 霸天绝地的荒谷圣体 你是真牛逼啊 这都进得来 吴泪看了一眼金凝霜 并无言语 知道夜晨在悟道 不敢太叨扰 她不叨扰 不代表夜晨不叨扰 夜晨走上了她所在的山巅 绕着她转起了圈 一圈又一圈不带停的 吴泪深吸了一口气 又望看金凝霜 一丝好似在说 我能揍她不 金凝霜露了一丝歉意的笑 那种笑 也潜藏这一抹深意 前辈海寒 夜晨族转了大半夜 才推开了吴泪 接下来的一幕 就有些破坏形象了 大楚的地狮黄 蹲在了地上 俩手搁那刨坑 好似在挖宝贝 怎么说嘞 整座山都被她挖穿了 吴泪看得想笑 不用去看 便知夜晨做的是啥梦 多半在干偷鸡摸狗的勾当 的确 夜晨做的是这类的梦 三日后 她才出来灰头土脸的 见其手中 还拎着一截沾着泥土的树根 该是她找的所谓的宝贝 其后几日 她都未出吴泪城 其后几日 看得吴泪想发飙 大楚地狮黄的梦 不是一般的长 好似在梦中 有偷不完的宝贝 可以这么说 整个吴泪城的山峰 她一个都没拉下 挨个挖了个辫 好好的吴泪城 因诸天浩劫 本就狼藉 如今因她 又成一片废墟 不知哪一日 她才离去 去看吴泪 那张绝美的脸颊 已然黑了个透顶 总觉夜晨不是 来梦游的 就是来捣乱的 咋不把吴泪城给掀了呢 星河彼岸 夜晨又定身 除了足三五顺 她又回身 迈着灵须的步伐 来到了姬宁霜身前 在吴泪城的一幕 再次上演 先前 她是围着吴泪转 此刻 她是围着女帝转 姬宁霜不语 也未曾动弹 等她转够了一定的圈数 自然会去别处溜达 有路过的人 见此画面 有些错愕 一尊女帝 一尊大成圣体 好似很有情调 一个站那不动 一个绕着转圈 那一幕 着实扬眼 惹来了不少人 自带望远镜 都跟看猴似的 他们注视下 夜晨不再转圈 随意扔了手中的树根 而后 摞起了袖子 接下来的一幕 更加扬眼 某位皇者 上下其手 在姬宁霜的身上 翻来翻去 看那动作 好似还在找宝贝 看那手法 不是一般的娴熟 莫说世人 至尊心静如东荒女帝 都有些照不住了 本是一件洁净的仙衣 被夜晨那只沾满泥土的手 抹得乌七八黑 这都没啥 她还真怕夜晨 做些个出格的 譬如 摸了不该摸的 又譬如 把她衣服脱了 那三界可就热闹了 事实证明 冥界的某位大帝 还真有那么一种蹊跡 当然 这要看夜晨给不给力了 奇葩事年年有 今天特别多 道祖未言语 可那神态 却很好地阐述了这句话 很想去夜晨梦中看看 究竟做了个啥梦 这花样 一套接一套的 两帝都如此 更莫说诸天修士了 那一个个嘴角 不知已抽出了多少个来回 那尊皇者 是在给他们掩饰咋翻东西吗 不用掩饰 俺们都门清的 也得亏是夜晨 若换作另一个人 敢在女帝身上翻来翻去 一巴掌呼过来 能一路飞出银河系 谁让人家是两口子 终究 夜晨收手了 又转了身 临走前 这丝的手 还不老实摸了摸媳妇的脸颊 顺手还捏了一下 女帝的脸颊 也不怎么干净了 这些 都是在梦游中完成的 太多老辈 意味深长的 梦游中见真人 夜晨那丝 演绎得淋漓尽致 星空中 夜晨又渐行渐远 身后 姬宁霜依旧跟着 世人眼中的她 神态略显不自然 甚至是尴尬 又是一条星河 夜晨抬脚跨过 然 这一次 姬宁霜并未跟上 或者说 她跟不上了 只因夜晨去的地方 她暂时还没能力过去 那是冥界 她家的夜晨 竟在梦游中 从诸天人界 一脚踏进了阴曹地府 本章完 这一次 是冥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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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